违规停车拒检,驾驶还冲撞警车加速逃逸 高雄市凌晨一部宝大特勤中队巡逻车发现违规车辆 本来要请对方下车受检,但驾驶尽加速逃逸 跟警车当街追逐 过程当中,警车原本要超前拦截 却反被对方多次撞击 自小客保险杆掉落,钻进巷弄逃逸 而警车则是因为受损,只能停在路边等待救援 远警队驾驶酒车,但仔细看着对象怎么会是自家人 再往前看,前方停了一部宝大特勤中队巡逻车 原来不久前,特勤远警执行的时候 跟自小客车发生冲撞 行车截录器拍下,自小客突然左急转 这时有名机车骑士惊险闪过 下一秒警车准备从左侧蓝停 但对方仅大胆撞警车 整起事件得回推到凌晨12点多 当时特勤远警发现这部并排的违规车辆 请驾驶下车受减 但对方反而加速逃逸 民众目击过程 而两车当街在三明区追逐 正有如电影情节真实上演 双方多次冲撞,警车大灯破损 车身板筋多出凹陷 而自小客则是保险赶被撞掉 里头的缓冲保力龙也掉落 但虽说如此,嫌犯人钻进小巷内逃逸 为了避免造成无辜的民众 有受伤的这种状况 因为该车横冲直撞 所以就放弃了追车 警车因为受损 只好停在路边请求支援 而至于逃逸自小客 警方已经掌握车号,循现追查 但只是违规还拒检 甚至逃逸撞进车 这惊险过程也吓坏了所有人 节来讯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火车